本队很荣幸的参与沿路汉光演示 藉此验证官兵平日精实训练的成果 以其战时能发挥最坚强战力 必达成保国卫民之目的 空军第41座弹队 是一具有优良传承的飞行部队 平时负责台海征寻及维护领空安全 并试持支援各项重大灾害防救工作 与战时全力争取滞空 并协同陆、海、军 随行各类型联合作战 并有效发挥空军作战效能 殲灭进犯敌军 确保国土安全 相信本次汉光演习 在各级长官指导及各级干部的细心规划 与周密准备之下 能有效地在骑程之内完成各项任务准备 发挥金石战力及训练成果 展现国军金石战力 并确保台海领空之安全 让国家能持衡稳定发展 身为幻象战机机工长 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 只有少数经过严格淬炼的人 才有资格担任 因为机工长是飞安的第一道防线 更是飞安的最后一道法官 为了能顺利达成各项飞训任务 平时的例行保养 维修项目即使繁琐 也都该以完备的本职学能 高标准的职业道德 以及对工作的高度热情 才能有持久的专注 身为一位志愿意幻象战机为物品 是多么一件光荣的事 每次完成飞行前中后检查 及各项系统测试 能让飞行教官安全出席 让我体会到各项环节的重要性 及必要性 唯有不断接受挑战拆恩 让我有更往上一层楼的机会 此次本人很荣幸能参加 104年度汉光演习 我们平时的情训精炼 为的就是这一天 保卫国民的重大责任 就在你我身上 也是身为现代国军 效忠国家的具体表现 也唯有平时累积卓越训练成效 方能具备坚强战力 进而确保国家总体战力 以不负国人殷切托付